日前台中江城会的期间呢 为了要阻挡独派人士 释放冲天跑的远警陈珠祥 那么到底现在情况如何 目前转到普通病房 却在31号传出两眼的视力衰退 院方赶快进行检查 推测可能是当时在抗争的时候 撞到了眼睛所造成的损伤 不过陈珠祥他说呢 对于冲突提高的部分 他不再多做思考了 现在只希望赶快把伤养好 他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知道电视打开 内容都一个字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 这么近哦 受伤远警陈珠祥 两眼盯着电视想看个清楚 但眼前却是一片模糊 看电视也不能一直看 不能平衡 会阴啊 所以我干脆不要看 只有一边的视力 你一直看都很吃力 右眼眼窝的淤血还没消退 眼球也轻微出现 右脸颊顶骨上贴着人工皮 还有左手才刚弄完手术 台中江城会期间遭人推下车 陈珠祥是否对推他下车的人 提出告诉 他说现在只想好好养伤 我担心 今天和我还有很多工作想去做 如果视力看不到的话 大概会影响 连开车 骑车都不能坐的话 会受影响 陈珠祥23号被推下车受伤 急救脱离险境 31号开始出现 两眼视力衰退的情形 严重的是 他右眼视力剩下不到0.1 院方怀疑 可能是陈珠祥坠车当时撞伤右眼所造成的 我感觉我这年龄就退下来 我还是会再找工作 所以我不希望离开我这个原本 对我来讲 就一句熟悉的环境 依照陈珠祥目前的身体状况 能否再回到工作岗位 警局可能做出调整 只是一场抗争冲突 让他一身是伤 丢了健康 恐怕也会影响工作 专门型武张俊栋台中采访报导